我们总是今天来看看我们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先看看美国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延长赛 也就是乔治亚洲的参议员补选 在美国时间的1月6号开始 到1月7日的决赛 确认了原本不被看好的民主党这两个素人 参选人 居然抢下了原来的政治精英 政治世家的劳碌 抢下两席的关键两树 这两席完全是超出老师在早期 跟其他的预测家一样 或政治观察家一样 他这些预测的看法 为什么?因为乔治亚基本上属于南方 一向是种族歧视相对较为严重的地方 怎么会放任一个黑人 一个犹太人来代表乔治亚的参议员 这是比较吊诡的事情 但是既然选上了 他就选上 老师说自肯的预测错了 但其实选举的前一日发生了耐人寻味的事情 而引发了这一连串的事件 虽然当时老师并没有发文 也没有评论 老师在等子弹让他飞一会儿 因为这件事情是极端不寻常的 而且几乎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预见 后面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将会超出大家的预料之外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展 所以老师就让子弹去飞一会儿 果不其然 黄四郎的大门居然被马邦德的代理县长张马子给捅破了 不明白老师说什么的 去看电影《让子弹飞》 他是改编一次四川文学作家马仕途的小说集 叫做《夜谈十记》里面的第三季道观季 他的原著很有意思 甚至比电影更好看十倍 不过这个书他是在民国初年 他是一个禁书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记录了 作者看到当年在国民党腐败的一个记录 然后转化成小说 虽然是小说 但是国民党当时在中国地区的腐败程度 大抵上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而现在这本书在台湾老师找过 好像是绝版了 为什么? 因为这年头大家倾向了快时尚短视频 又有多少人会去品味我们这些作家 他在文字里面的雕琢 展现的是一个远比电影或者是戏剧 更颇蓝壮阔的一个文学世界 回到主题 在美国打出这个子弹了 就是特朗普的那一个被揭弱的关缩门 要求乔治亚州的州务卿去升出17000多票的选票 来就是要比拜登多一票 来翻转什么?乔治亚的选举人票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即使乔治亚州的翻盘 但是特朗普可以借此发难 首先先拿下参议员的补选 而再要求选举无效 这对特朗普来说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但是问题出在一个地方 在政治上我们知道政治绝对不干净 相信大家心中都能够认同这件事情 政治干很多事情都是非常肮脏的 你可以干很多肮脏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你不能亲自去做 举个例来说 就像以前我们看到很红的宫斗剧叫什么? 甄嬛传 皇后娘娘的打开队 打到最后皇后即便输了 她都还是个皇后 为什么? 因为皇后做事不会亲手去做 而其他被斗垮的都是属于做坏事 都是实名制的 连安玲蓉最后被斗垮 都是因为他自己做的香跟去恒膏 而被甄嬛抖出来 才会被抓到 不然也不会真的成事 不过这个是戏剧 实际上的甄嬛没有这么受宠了 只被雍正碎一次就生了乾隆 其他再也没碰过他了 而特朗普在没有可以信任的手下 甚至他不相信其他人可以办好 也就是他没有可以用了兵或棋子 包含他的女儿伊凡卡 跟他的女婿库许娜都远离他的时候 他只好犯了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忌讳 就是干坏事 用实名制,亲自去做 而这个问题是因为特朗普笨吗? 不,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虽然狂妄之大 但是特朗普并不愚蠢 老师观察了一下子弹射出去的弹道 老师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被安排好的套路 也就是所谓的请君入望 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认为? 这个我们等一下说 老师必须先说一个部分 就是是谁害了特朗普 或去做这件蠢事 除了幕后元凶之外 让特朗普可以把压箱底的最后一手好牌 一次挖出来全部打掉的帮凶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 大纪元这些法轮体操会的频道的媒体 因为特朗普说出来的官说内容 都是法轮体操会 例如什么什么时刻 什么什么时分之类的 阿波罗什么的 说出来的方法是如出一策的 简直就叫什么? 复制跟贴帐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的消息来源 很多人是从这些人身上来的 而这些消息不一定是出自于白宫 很多都是外围去捏造的 从乡村包围的城镇 然后让特朗普以为百姓都这么想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愤怒 是因为他们都招到这些作弊的证据了 然后你跟我讲没有 可是他们都讲有 那就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对他是有利的 他就认为这个是可以用的 而谎话讲太多次 自己都会上当 所以特朗普说出来的 计票软体有问题 有人更换了计票软体的机器的零件 有人开完票就收走了计票机器 有人烧毁或撕掉大量的选票 有听过录音的完整党的 都会发现特朗普真的是把这件事当真的的感觉了 他或许他知道是假的 他是故意讲真的 所以他要州务卿也把这个事情当真 即便身为共和党的州务卿跟州长以及州议会 都已经非常的配合 我们的川大爷验过三次的选票 无论是电脑验票 人手一张一张拿出来验 或者是有人站在计票员的后面 一张一张的来监管 这些做出来的结果 又不是像我们伟大中华民国的选举 开票监票 这前一刻都把换掉都换成自己人 然后开完票之后 把封存票封存 剩下票也不计票了 直接把它销毁 让你无从验起的状态 不会美国都是坐视光明磊落 他们就验吧 所以基本上州务卿不可能去配合我们的特朗普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州务卿跟州长不希望特朗普胜选 而是在场有数百位来来往往 可能到上千名的验票 监票以及运送人员都亲眼的去看到 而且都鉴定根本难以杜绝悠悠之口 让他去突然找到几万张选票 所以无论如何 验过的想要重新翻盘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验过 或是特朗普是不是真的犯傻 而关键是在于为什么州务卿跟总统的 私人保密的对话会被揭露给媒体 而且不是模糊不清的侧录或是偷露的录音带 而是高清 高清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完整对话 这种录音通常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州务卿预先准备好的录音设备 等我们的总统大人打电话进来 然后把他开扩音开到最大声 直接录音对话 第二个就是他的电话设备 已经装好了录音设备 然后直接把它录下来 无论哪一种都是请君入梦的套路 然后再把完整的录音档案没有截取过的 都交给了华盛顿邮报 开出了第一枪 然后让子弹飞 让特朗普发现这件事被揭发了荒不择路 直接奔向了华荣道 然后兵困卖城 最后只能率军图围 供入国会 看能不能来争取一些变数 最后四面受敌 只能宣布了降服文书 宣布政权会和平的转移给新政府 而那个人他没有说是我 而这一切我们看的很精彩 但是里面充满的满满的套路 很多人认为这是民主党的阴谋 网络上朋友圈 都散布了这样子的事情 是要民主党去故意拉下特朗普的损招 但是基本上这些套路 民主党肯定是没门的 为什么?因为共和党的团结 这个是一定的 而且当时已经有少数的共和党的参议员 打算演出一场不合作运动 让副总统潘斯要认证选举人票 这场过场的仪式 充满了变数 不让他顺利结束 让特朗普可以再嚣张的一回 也就是说 特朗普基本上不用做什么 就可以再激起一阵旋风 让他的人气继续的高涨 但是剧情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面 开满太阳花的美丽风景线 进入了美国的国会 让特朗普败到再起不能 对共和党再也无力掌控 共和党自此从更名过了川普党 现在又准备回到了共和党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这些太阳花什么都干了 就是没有人去对着议会里面的选举人票 去做些什么 破门砸窗什么事都干了 就是没有人对关键的选举人票有兴趣 这是最奇怪的地方 因为这些民主英雄带着一瓶松香水 甲犬什么的 只要把选举人票给他火化了 那么基本上特朗普就可以宣布 什么?拜登并没有经过国会认证 他不是总统当选人 应该要重新选举 最少也要让选举人团票重新投票 这样基本上特朗普就算赢了这一回合 如果这场闹剧真的是特朗普主导的 那么这样做才是真正且有效的套路 拜登很难在1月20日顺利的上台 第一次延后就任的美国总统 拜登也可以名流青史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这样演进 这些民主斗志 根本上演了一场太阳花的复刻版 从进门的方式到公站主席台 到公站议长的办公室 这些完全都看得出来似乎是有剧本的 当然不是一定 这是老师个人的意测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演出者 而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少部分的人的路线 他的行径动线 几乎都是有流程的 而且几乎是直接的去他该去的地方 而不是乱窜乱跑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老师为什么怀疑是共和党 去给川普下了这个套路 因为这个时候要把川普的势力完全的从共和党中根除 最好的办法就是闹一场比特朗普更加疯狂的套路 才能够杀了特朗普措手不及 就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要扑灭森林大火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不一定是从上面撒很多水 而是以火灭火建立一条火线 预先烧掉了大火未来的行径路线 让森林大火会自然的熄灭 这个在美国或是澳洲的一些森林大火 也是常用这样的措施 来消灭这些燎原之火 那么共和党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值得去讨论了 因为川普的一意孤行 让整个共和党已经逐渐的失去了原本的一个策略跟控制 变着不再是由政治精英来领导人民 而是变成民粹领导精英 精英被迫服从 种族的歧视 还有包含了驱离的难民 建立了高墙 轰抬了华尔街的股市等等的川普式做法 基本上是跟共和党的精神 他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 美国之所以曾经伟大 那是因为林肯解放了黑奴的南北战争 建立起了大一统的美国 安内染万海纳百川 这才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是一个很多人梦想中的美国梦 只要去了美国 你就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你可能在那边功成名就 你可能在那边成家立业 总之他是一个梦想之都 这个是当年共和党的精神 即便是在10年前的小布希时代 他也是采取了兼容天下的政策 到了欧巴马重视了贫穷百姓的就医权利的欧式健保 这样的美国才是美国人印象中的美国 而特朗普狭带了大声量的媒体 攻入了白宫之后 一切就变了 变得不再是共和党 他也不再是民主党 美国变成只有一种声音 那叫做特朗普说 狭带的人民的希望 跟上了天子之位 然后用激进的改革 而缺乏了深思熟虑以及人性的思考 所造就的诸如什么中国历史上王莽篡位的结局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讲吗 老师在2019年的9月11日的直播大灾问里面 就预测过 特朗普跟王莽几乎是如出一策的 特朗普为自己写下来众叛清零 被自己人献祭的下场 而如果真的是共和党这么做 那么共和党这样子失去他的执政权 难道是有什么好处吗 各位美国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的精英政治的路线 今天共和党可以放手的让民主党完全执政 自己不用去扛财政以及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 而让民主党自己去发钱 自己去填这个亏空 等两年或是四年以后 共和党再找一些把柄 重新的赢回参议院或是白宫的宝座 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大丈夫不争一时之长短 精英政治从来不会只计较此时此刻的利益 而是长久的利益 所以是说这一招虽然苦 也相对于壮士蛋挽挖肉疗伤 但是也有一句俗话 打断手骨颠倒勇 权力的钟摆荡过去之后 总有一天还是会荡回了共和党身上 只要共和党不是川氏王国就可以了 而这个话题最后老师有一部分一直在之前说 中美贸易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讲的话 现在可以讲 讲什么呢? 如果是老师当时是特朗普的幕僚 老师会怎么样建议特朗普呢? 在当去年的11月10日 几乎确定特朗普败选的那一天 老师会建议特朗普宣布这场选举 舞弊非常严重 是一个绝对不公义的选举 会申请验票 但是请各位尤其是乔治亚的百姓 务必要在1月6日的参议员补选 让共和党的参议员补选过关 让共和党坚持住了参议员 他们可以用做票舞弊来影响川普的总统之位 但是终究不能击败民主的价值 接着只要说服参议员继续发钱到过完年 这场选举就敌定了 当然虽然特朗普还是必须退下总统的宝座 但是未来你拜登要做什么 你也得问川普党同不同意 以及他们的老板特朗普大人 因为川普不同意参议院就不会过关 那么川普还是可以做了地下总统 而且随时可以操纵民意 任何对川普的起诉都会变成了政治迫害 哪怕什么 哪怕是要给他说你有贪污做什么的 都会让川普神歌化 这样无论他的女儿依凡卡要去参选议员 或者是什么他女婿库许纳要竞选州长 甚至他的儿子要去竞选纽约市市长 只要川普站上去舞台 基本上就很容易胜选了 而自古以来皇帝的尊贵 就是因为他讲的话就是法律 但是如果当皇帝的讲的话不是话 而大臣讲的话大家才相信 那么就算他不是真皇帝真总统 也跟皇帝跟总统拥有同样的资格 是一个真正的权力拥有者 而为什么老师之前在前两个月不讲这一段了 你老师知道有人也是在看老师的节目 不过现在已经大势底定了 什么讲什么也都没什么关系了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现在准备卸任 最后这10天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川普会不会为了跟中国斗个鱼死网破 拿台湾问题当成毁灭美中关系的最后一块砖头 因为川普现在跟崇祯皇帝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你的军令已经出不了白宫 已经无人奉照了 全世界整个环境 如果因为他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事情 让美中关系彻底毁灭 那么全世界环境都要变了 所以说老师希望川大爷保持冷静 怎么样了 好好退休 回家养个老 你觉得怎么样了